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在MTO服务口罩的同学下里边找老师换一个口罩 我们是叫做自愿返校 但是返校一定要满足疫情防控的 要求我们的核酸 我们的行程码 健康码 我们近期的身体健康监测 都要符合要求以后才能进入到校园 我们会做学生的一些知识的茶漏补缺和答疑解惑 我们也会做一些考前的心理的调试 也会组织一些温情送考类的这样的活动 希望能把考生在考前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 能调试到最佳 让他能够信心满满的奔向高考的考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